国产高端疫苗二期临床试验解盲成功 PET网友也大炸锅 有人说我OK你先打 也有人喊不敢打 不想当白老鼠 但有人给予肯定说有进展就是好事 不过国产疫苗的保护力 可不是耍嘴皮子就好了 专家分析初步只看研究数据 高端符合蛋白疫苗的期望值 但不代表有效力 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网络民调显示 在有选择机会施打疫苗的情况下 有86.2%的民众选择莫德纳 84%的民众选择辉瑞 而倾向浇升的有62% AZ疫苗则有52% 但对国产疫苗都性质缺 高端联雅都不到三成 前警官局长苏宜仁更表示 透过二期紧急授权的疫苗 仅能当作被威疫苗 国外采购疫苗到进台湾的部分 是什么时候或是糖的量多少 这个都不确定 这个是台湾最大的挑战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如果是 这个时候没有疫苗 但是国产应该已经出来了 你就可以先使用 或者提供给民众住院的 去宿扎这样的一个被威疫苗 不过对比国外疫苗的价格与效力 BNT莫德纳 每季平均4-500元台币 接种两季的保护力约可以达到95% AZ疫苗每季更是只要约111元 打两季的效力也可以有7-9成 但高端疫苗一季就要881元 效力更是未知数 甚至可能要达到第三季才会有保护力 恐怕是贵又没效力 打两季的时候 那么可以保护大概60而已 但是你如果打第三季的话 它就可以才增加20%的保护力 在众多质疑声浪中 国产疫苗要杀出血路 立平7月开打 现在能不能闯关成功 外界都在等着看 欢迎新闻杨格林凯伦 中文报道